嘉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媒体界的朋友 非常荣幸陈蒙总统 马总统看得起 让我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读书心得 我必须说今天心情非常沉重 不是因为我们在选举 而是我在担心选后的很多状况 实际上已经一百天以后 展望未来我真的是相当相当地忧心 各位看我最近这几年的文章 这个悲观的味道越来越重 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 跟我的同行 好朋友大家谈事情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大概是比较悲观的 后来想我为什么会比较那么悲观 因为我有一个别人没有的经验 就是我曾经在1999年看过蔡英文的两国论 看过他的摘要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好像是照着两国论在走的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众生 所以我的很多的事情我就觉得 很多事情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然后就一直在验证 一直在验证 一路在验证 验证到今天再展望未来 所以我就特别地沉重 所以我今天定的题目呢 就是两国论跟中国梦 会不会在明年对撞 这是我今天定的题目 这个是 这个1999年 我们倒退刚好20年 中国人说逢酒 就是麻烦比较大 今年2019 正好20年前 大陆的五月 大陆驻南斯拉夫的使馆被炸 那个就是那个大使馆 大陆因为是用砖地的飞弹 所以它砖到下面去爆炸 那么地底下几层楼的好多的官员也被炸死了 那么大陆深感受辱 就开始一个新的政策 所以1996年是一个大陆的转捩点 那么1996年7月 李登辉总统接见 跟这个德国之声记者谈 推出两国论 后来被美国和大陆强迫把它收回来 那一个觉得非常受挫 所以开始就压着滑水 一会前进 所以1999年刚好是台湾跟大陆两个不约而同 然后在台下两岸开始一个新的政策 那么差别何在呢 对不起 差别在大陆走的是直线 他是阳谋 大家都看得到的 那么和平结起 是他一开始胡锦涛的称呼 后来习近平的时候呢 就把他称他为中国梦 那台湾这边因为大环境的因素 台湾内部的因素 还有整个国际的因素呢 这个压力很大 所以他基本上走的是两国论 两国论 两国论是台独的另外一种包装了 那么他所以走的是曲线 也比较是属于阴谋 所以这两个路线是不一样的 性质是不一样 但这两条列车在二十年前同时启动 我先讲大陆这一部分 大陆这一部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利用美国陷入战争二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 那么开始就现代化 那这个中间隐含着 全国的那种意志跟定力 是相当特殊的 相当了不起的 台湾这方面也是一样 等一下我会来讲 那么大家看1999年是一个转捩点 1999年经济开始起飞得很快 大家看军事 也是1999年开始大幅的上升 我们一般都以为是1995 96 对台湾打飞弹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转捩点 实际上在95 96之后还在酝酿 到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才开始 真的是权利的突飞猛进 这个是1999年是一个转捩点 那么台湾这一部分 我那时候是卸下陆委会的主委 在卸下陆委会主委的二十两个礼拜前 叫五月中吧 那么蔡总统到我的办公室 陆委会主委办公室 她马上就要接收的 来跟我谈一些事情 我就跟她讲了两个钟头 把陆委会的情况做个介绍 那么她要我来介绍 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 对人的部分我就避开了 但是对事情的话 我是非常详细地给她介绍 然后临走的时候 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从此以后两国论 我就只会做 不会说 这个话在当时给我的真是当头棒 和我心里想 我们在1996年的时候 花了好多好多力气 才把两国论把它搬回来 美国跟大陆压力非常非常大 我那时候每天每天 大陆的飞机在往台湾这边飞 我在陆委会办公室 每天接受情报局的那种资料 压力非常非常大 但是危机解除了 可是蔡英文主委就跟我说 她说两国论以后我不说 我会继续做 我就放在心上了 我就看着她真的是一点一点在做 那么这个也是无比的坚定的意志 也是更有谋略 搞这个阴谋比搞阳谋难多了 因为你闷在心上 最近看这个博士论文 我看也有这个味道 那么接下来就是反复了 接下来就是陈水扁的政策 反复然后又盲动 证明自现公投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认为整个民进党 是把整个民进党 不管在朝还是在野 都把重点放在思想的改造 思想的改造 消除中国论述 弱化中华民国论述 强化台湾论述 这都是写在两国论里面 一直进行到现在 那么思想改造 继续在做 但是政策执政之后呢 基本上我认为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维持现状 稳住美国 用这个国家 就是半个证明 转型正义 半个制限 2020大选 半个统图公投 实际上都是做一点点 但是不做全部 但是就是改变 以前的状况 这是非常 非常高明的一种做法 但是 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最近这几年 台湾内部也觉得很不安 大陆那边也觉得 非常的 非常的愤怒 所以这两条列车 大陆这条列车 中国梦的列车 跟台湾两国论的列车 会不会在明年撞到 这是我今天 主要的一个分析 好 过去 我就用一个page 来回顾过去 基本上两岸关系 大概我都把它分成 军事 外交 政治 经济 文化 五个面向 这五个面向 军事跟外交是斗争的 是硬的 经济跟文化是比较软的 可以合作的 那么政治呢 可硬可软 可以 民硬实软 民软实硬 可以忽硬忽软 政治是变化最多的 那么 在李登辉的前期 就是康奈尔之前 整个两岸关系 是往软的方向走 所以我们那时候 还有军购啦 外交 李登辉的时候 还外交增加到 三十几个国家 那李登辉可以到处到 马来西亚去 新加坡 这个菲律宾 印尼啦 都去访问 所以 李登辉的上半期 这个 整个两岸关系 是变软的 可是康奈尔之后呢 整个两岸关系 变硬 翻转过来 非常明显 我们经历过 这段时间都知道 经济的话 还有那个借机用人 那陈水扁跟李登辉 实习就变得非常奇怪了 1999年之后呢 就变成 硬的越硬 软的越软 硬的方面 政府管的部分 越来越硬 但是民间 经济交流 贸易 大幅上升 投资大幅上升 文化大幅上升 连两岸的通婚 都几乎从个位数 一下子到几万 几万个人 所以这段时期 是最奇怪的 那台湾的蓝绿分裂 蓝绿这两个名词 也在这时候出来的 那马云九时期呢 又把它全部 恢复到软的了 所以军事上 斗争也没有了 这个大陆不用演戏 我们这边也不用紧张 军机也不会飞来飞去 然后外交 这个修兵 我们不但修兵 在马上的任务 还到北海道设处 还到缅甸设处 很多地方都 不但是 马总统还有新加坡 也去了两趟吧 所以 就是说 军事外交也都变软了 然后政治也软 经济也软 文化也软 那蔡总统任务呢 又回到全部的运 所以蔡总统任务是 翻转现状 不是维持现状 对 好 那么 我简单地叙述一下 蔡总统任务的状况 这个政治上 理性 理性否认 一个中国 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而且没有替代方案 感性上 否认中国人 攻击两岸一家亲 那么 中战对话 然后 最近的 很清楚连接港独 上独跟这个 疆独 这个是军事 不在安全 基建 频繁绕台 又有个中线 主权地位受审 刚才 马总统提到了 经济 观光客 大陆减少 文化 我这都举些例子了 实际上 大家可以想象更多 对内宣传 完全不提大陆是机会 只咬电视威胁 而且只谈政治威胁 不谈军事威胁 不谈军事威胁 这个是 现在讲 跟明年有关的 今年出现的状况 会延伸到明年 今年的状况是 三个 主要的三个变数 一个就是 1月2号 习近平的讲话 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然后6月起的 香港动乱 然后11月24号 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这个问题 现在台湾的舆论 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注意到 实际上它已经在 在水面上 已经开始浮出来了 那么 这个 香港两个嘛 一个是区议会 一个是立法会 立法会是比较 政治性的东西 那么区议会 属于地方性的东西 有点像我们台北市议会 这样 比较去地方性的东西 那么 现在目前建制派 建制派就是比较 支持政府的 支持港政府的300多席 民主派是这个席 那中间派是这样的 那现在就在看 明年这个选举 对不起 11月24号这个选举 会不会产生一个 建制派 大幅落败的后果 大幅落败的后果 因为香港现在 上街头100万这样子 香港600万 600万人民 那么到时候投票投出来 是不是非常不利 这个是第一个 如果 这后面是五个如果 这五个如果呢 每一个都很 我认为每一个都很重要 而且有连结性 那么 而且这每一个里面呢 都还有深浅不同 假定说 比如说香港的选举 结果对北京 非常不利 看起来非常难看 全面 全军揭没 的话 就会一种后果 假如说 既很接近 那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结果 同样的 台湾的话 蔡英文连任 或者不连任 立法院是民进党多数 还是国民党多数 这个连任的票数的差别多大 这个都是 深看浅的差别 然后 北京研判民进党 会不会长期执政 北京研判 美国因素 是不是很重大 就是未来这100天 美国的干预会不会 会不会越来越多 会不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大 然后在习近平在大陆内部 因为台港政策失败 因为一国两制严重受挫 大家想想看 习近平一月份才讲一国两制 很久没讲了 突然一月份端出来 结果香港就闹事 结果11月选举香港假如很难看 假如明年台湾的选举又很难看 一国两制就是针对台湾跟香港 就这两个地方老百姓很明显不买账 很明显不买账 那么这大陆内部 他的老百姓 给习近平的压力一定会非常大 习近平在过去这三年 过去这不止三年了 就是他上任以后 2012到现在也调查了 用反贪的名义一开始 调查了270万人 其实送到牢里面去做的是 150万人 150万人全国 所以起现人家怀疑说 他是借反贪来整数振敌 后来发现不是 当然其中是有振敌 但是他是真的在反贪 所以才会有150万人 大家想想看 这里面这150万人 都是potentially他的政敌 更不要说台面上的政敌 所以你假如研判 这些政敌要给他压力的话 尤其习近平要准备第三任 那么我不认为香港会变成一个 会变成一个聚集 大部分的 大部分反对势力的一个议题 没有到那个程度 大陆对台湾的重视 远远超过对香港 远远超过对香港 中美贸易在会不会造成一个反对势力集结 我认为也不会 也还没到那个程度 大陆经济不好会不会到那个程度 也不会 过去大陆经济不好 情况好多次 这样叠一下 叠一下 叠一下 那最可能把大陆的反对政敌 习近平的政敌把它集结起来的 就是台湾问题 就是台湾问题 所以第五点 就是加上香港 所以这个关头 就对习近平来说 我认为不可避免 尤其他在福建干了17年 浙江干了5年 上海干了半年 22年的时间 在大陆没有人比习近平更懂台湾 所以这样子还失败 一国两制还失败 他的内部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那台湾有的人会很高兴 说习近平压力 我们就很高兴 其实你搞错了 习近平的压力 他不会自己承担的 他不会自己承担的 台湾是最可能发泄的地方 所以这五个因素 这五个如果 我今天特别把它列出来 也就是我们要注意观察 这五个是不是都存在 会不会到时候都出现 然后呢深浅如何 深浅如何 假如每个都存在 而且每个都是 这个因素很重的话 那么地东山摇的可能性 就非常非常大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担心 这条件都存在 也不见得会怎么样啊 这五个主客观条件 就使得逻辑退下一步的话 就是台湾的这个 列车对撞的可能性 就变得非常高了 这五个有三个是主观的 两个是客观的 第一个是主观的 就是大陆的实力今非昔比 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再讲 所以他处理美中关系 两岸关系比以前更有自信 很多人说 大陆要对台湾怎么样的话 美国会怎么怎么报复 先贸易战打成这个样子了 几千亿这样下去了 科技战也出来了 大陆跟美国的损伤 两边都有 但是大家也看得出来 大陆是有损伤啊 但是他还撑得住吧 你还要再撑 他还可以再撑下去 大陆是一个政治控制经济的社会 你用经济战来处理它的话 对它伤害有限 伤害有限 所以我认为经过美中贸易这个战之后 大陆对处理台湾的后遗症 在美中关系上的后遗症 会比以前更有信心 更不要说军事问题了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两岸关系大陆当然更有信心了 台湾现在是大陆的GDP的4%而已 所以台湾的选举 他在乎 但是也不像以前那么在乎 然后蔡英文过度自信 自认为中共不会打美国会来救 1999年他已经严重误判了 我写在我的书里面了 1996年我读了蔡总统他们写的两国论 我就吓了一跳 我说你怎么可以研判这样的情势 他那时候给李总统提的报告 是跟李总统说 我们这个两国论特殊国语国关系提出来之后 美国会谅解 美国会支持 大陆的话它机器很大 官僚体系非常庞大 等到它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变成继承事实了 所以不用担心大陆的反应 所以这个报告里人会拿到手上看 美国也会支持大陆 我们不必在乎它 他当然就把两国论丢出来了 所以作为幕僚的提两国论的时候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严重误判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严重误判 我写在我的书上 我非常非常惊讶 这简直是太不了解国际情势 太不了解大陆的政府的体制 怎么会做出给总统这样的一个建议 好了 结果礼拜六 礼拜五 李登辉提那个说明 礼拜六我从美国坐飞机回来 礼拜一上午到国安会去开会 这个国安会秘书长主持 我在那边参加 然后开会当中就把两国论摘要发出来 十几页 我也在现场我就看了 看了翻翻翻翻翻 翻了之后开会开了一个段落 主持人就暂停 会议暂停 暂停大家休息 我在那个中间翻的时候 我就翻到那一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两国论的全文 不是全文 摘要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文字记录 我看看看 我就看到那一段 看到那一段 我就说怎么会做出这种判断 这太离谱了嘛 完全不是我理解的国际 美国的态度跟大陆的态度 结果我就再翻 然后呢Coffee Break大家就走了 只有我留下来 然后秘书就跑来把这个两国论全部收回去 全部收回去 我说我还没看完 我还没看完 我继续看 我真的继续再翻 我的那本就没收回去 其他人全部收回去了 然后在恢复的时候呢 这个Coffee Break结束 恢复的时候呢 重新又发了一本 每个人再发一本 所以新旧两本 我一对照 就是这一段 电脑把它删掉 所以他们也发现了 这个误判这一段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利用Coffee Break 把这个旧的本子收回去 发一个新的本子的时候呢 把误判那一段删掉 要掩饰这个错误 所以旧本新本我都有 非常清楚 他们做一个严重的误判 完全是一厢情愿 所以现在我认为蔡总统 我不敢说他 就是说 但是我必须说 他有这个记录 严重误判的记录 好 这个习近平追求第三任的压力 我刚刚讲了 这个他要 现在为止他 第三任的人选还没出来嘛 所以多半是他 虽然大陆就不愿意 不愿意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非常safely 非常安全地 去推定他是第三任 所以他输不起嘛 他这个蔡英文也一样输不起 这一次的选举 那习近平是2022年第三任 要开始假定他成功的话 那布置的话 2020 这个2021 最起码2021 2021就是他的第一个百年 2020也就开始要 整个要启动了 所以换句话说 2020我们1月份的选举 会直接冲击到他的第三任 起码他的政敌会把这个东西拿来做题目 然后最糟糕的就是 这个两岸没有任何沟通机制 现在完全没有对话了 过去在马总统的时代 我们跟大陆有沟通机制 什么事情大事可以划小 小事可以划无 像现在最近讲的 大陆说台湾民众被拘留 什么这事情都不容易 不会发生的了 那美中也没有战略对话 所以这五样 通常有个一样两样三样 你都要很担心了 你都要很担心了 你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 现在这五样 主观客观全部都存在 所以我每次一想到这里 我就比调就变得非常非常悲观 非常非常悲观 以我的对国际政治 各国过去一些 国际上的一些冲突 意外 几乎每一次都有 这些主客观因素 各种各种加在一起 反正你条件越多的话 它风险就越高 那现在台湾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 让我很难装着没有感觉 那么 再来它可能会做什么 这几个 外交制裁 经济制裁 有人说ECFA明年早时候会吹那个 然后威胁动物 一个威胁动物 一个真动物 威胁动物的话 就逼着大陆美国来谈判 谈判最后的结果 就是把台湾变香港了 就是大国来决定台湾的前途 就跟1984年 这个大国决定香港前途一模一样 就是大陆威胁 美国来交易 两个交易 最后 真的就是蔡英文讲的香港话 香港话 那么假如真的动物的话 怎么动物我今天不谈 这个太敏感了 这个以后再说 那么就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美国来救 一个就是美国不来救 那美国来救的话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美国赢的话就台湾独立 美国败的话就两岸同意 那么美国不来打的话呢 就两岸同意 或者是再交易 那假如这个美国不来救 再交易的话 那这个交易就比这个交易 台湾就更糟了 威胁动物 这个直接 很快地就谈 跟这个美国最后 没有办法来救 这两个又不一样 所以这几个可能 就是大陆可能的作为 大陆可能的作为 接下来看 美国可能的作为 美国的作为会不会来救 那我的判断是 答案123 第一 美国意愿不高 这是老百姓的意愿 政府的意愿是另外一回事 但整体来说 是有牵连关系的 那么这个是美国芝加哥的 另言的调查 这个是问美国的民众 保卫台湾啦 钓鱼台啦 保卫南韩 保卫日本 保卫乌克兰 保卫波罗的海 保卫什么什么 这些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地方 台湾是一直都是排名最后的 一直都是排名最后的 美国人愿意为钓鱼台打仗 美国人唯一为那个打仗 但是不愿意为 为这个台湾打仗 这个低 主要是也是因为 台湾的 就是说 对手不一样 跟大陆打仗 跟台湾和钓鱼台两个是最低的 最低的 台湾比钓鱼台还要低 比钓鱼台还要低 那其他的 这个保卫乌克兰 保卫南韩 保卫日本是最高的 这个是意愿的部分 成本 或者代价非常高 这是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表已经 很多研究 经常在引用 我做美国的研究 经常在引用 这是2015年 兰德公司 美国最好的一个公司 那么在19 这个国防问题 它是模拟 模拟美中在台海交手 那么96年 07年 美七年一次 那96年的话呢 它分九个项目 有的是打美国的基地 就是冲绳的空军基地 那这个是 这边是针对美国的航母 第四个是 打大陆的空军基地 像宁波那边的 这个福建的 宁波的 都 这个江苏的都有了 那这个是针对 美国的航母 这个是针对渡海船团 这个是太空作战 这个是Cyber 那么这个九个来比 看电脑模拟 看美国会 会赢还是输 那么96年 美国大部分都是赢 到2017年的时候呢 美国在两个部分会输 一个就是航空母舰 美国会输 一个就是美国的空军基地 冲绳的空军基地 战争开始两个礼拜之内 都不能够 产生任何作战的作战 因为被摧毁了 不能动了 那么航空母舰 根本过不来了 会被击沉或者怎么样 就过不来了 这两个是对台湾最关键的 其他都是比较吃药的 所以美国会不会冒这种风险 来保卫台湾 大家只要看川普上台之后 他所有的外交作为 基本上我把它讲说 就是只吵架不打架 吵得很凶 骂得很凶 打架一次都没有 一次都没有 最近伊朗 最近伊朗 在夜门那边 夜门的用十架无人机 每一架成本只有一万五千美金 就把沙地阿拉伯的油田 几亿美金的油田 把它干掉 不是油田 它那个设备 把它干掉 干掉了之后 大家都以为美国人会报复 提这个报复 结果摸摸鼻子就算了 也没有 对伊朗 它不敢动手 前阵子在两年前吧 对叙利亚也是一样 射几颗飞弹就了事了 所以美国现在 尤其川普生意人 他不打仗 他骂人骂得很凶 但是打架的话 他是绝对不干的 那跟这么一个大陆 一个大个子打架 各位想想就知道 你看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可能性是多小 再来编长莫及 这个是 对不起 这个是 19年8月份 就是 就是两个月前吧 澳洲 澳洲的这个 雪梨大学的 美国研究中心出的 我这张给大家看 主要是看它的那个 时间啊 这其实我们在 政府工作过的 大概都知道 这个时间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但是它公开的文字 公开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一个这么权威性的字库 把它列出来 所以大家看这个字库 就知道 台湾在这里 那看这个是南海 所以南海的话 基本上 大陆的飞弹 这大陆三个岛礁 这个是 这个是第四个 四个加在一起 整个南海的话 它飞弹可以整个笼罩住了 但这个不重要 这也是台湾的部分 那么 关岛下位移 美国的航空母舰 是在这个地方一艘 在这个日本一艘 然后剩下全部都在 圣地牙戈 圣地牙戈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关岛 关岛没有航空母舰 夏威夷没有航空母舰 那么 十艘航空母舰 有一艘是永远在大修 盒子反应炉都拆下来修的 只有九艘可以用 九艘里面的三艘训练 三艘维修 三艘作战 所以最多是三加三 一艘是老兵为主 一艘是新兵为主 最多 通常作战有效的是三艘 那么 勉强撑到六艘 所以六艘的话呢 那么 能够放在这个 从圣地牙戈那边过来 到台湾这边 非常非常远 少说也要 十天 两个礼拜 那么 中间你还要加上 政治决策的时间 你还要加上 准备的时间 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次提到 我碰到一个美国航空母舰舰长退休的 他就跟我 我就问他说 你们航空母舰接到总统命令说 你要多久 能够准备好 这个生活出发 他说我要三天 我说怎么可能会要三天呢 他说 他说 我们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本身就八千个人 还有普通 还有其他的舰 几万个人 几万个人 要把他们 这个在岸上 在休假 在咖啡店里面叫回来 女朋友叫回来 爬山啊 钓鱼啊 什么 全部都叫回来 然后你还要准备这个 这个粮草 准备油料 准备蛋药 准备汉堡 准备什么东西 最少三天 所以你把准备的时间 政治决策的时间 吵架的时间 航行的时间算在一起 台湾已经 已经挂了 已经挂了 这个是 这是现实 这是这个 非常清楚的现实 这个呢 是最新的 这是最新的 这次的 这次的那个什么 这次的那个 阅兵的展出来 我还没有仔细去研究 这个是比较 比较旧的 但也够新的 这去年出的一本书 就是给大家一个 简单的概念 就是大陆的 对不起 我弄到这里来 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可以 从这里打到 台湾在这里 现在可以 关岛在这里 大陆现在可以 很有信心地 打到这个地方 而且要打哪里 就打这个楼 就打这个 张文化大楼 绝对不会打到 外交部 打得这么准 而且它的飞弹 是可以变方向的 而且速度是五倍的音速 换句话说 非常非常快 五倍音速的话 大概十分钟 一千公里吧 你想想看 比那个战斗机 都快多了 快多了 那么 然后又会变方向 你根本 根本拦截不住它 所以可以打到关岛 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 根本不敢进入这个地方 停在外面的话 美国的飞机要来救 那中间要加油 一次到两次 那打仗打完了 你停哪里呢 没地方可以停 要台湾机场都回的话 日本那边也停不了了 所以停哪里呢 所以这都是 你就想想看 美国航空母舰 为什么要来 就是边场莫及 飞弹的那个 那这个就是 这个大陆的 军舰的飞弹 跟飞机的飞弹 美国的飞机的飞弹 跟大陆的飞机的飞弹 射程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是美国的 军舰的飞弹的射程 就比中共的军舰飞弹的射程 短得多了 所以上面的是 中共的军舰的飞弹 下面是美国军舰的飞弹 换句话说两个 军舰跟军舰的飞弹 军舰遭弹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 你弓舰射不到人家的时候 人家已经把你射翻了 这个古兽这种战役 最怕这种状况 那现在就是已经发生了 差这么远 这个两个作者是 这个作者是 美国海军战院的教授 所以没有意愿 代价太高 然后距离又太远 最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美国官方的报告 官方的报告 六月初出来的报告 这个 我没有把夜马讲出来 大家去找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的对手 就是他没有点名 就是大陆 中国决定动用武力 他们会在战争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多长 他也没有讲 他也没有讲 这个保留一点模糊 会占有局部优势 局部优势就是在东亚地区 占有局部优势 在全世界来说的话 美国还是No.1 但是东亚地区 很抱歉 大陆现在已经追上来了 而且会有局部优势 他们会很快造成继承事实 达成有限目的 让美国某种难以回忆 继承事实就是改变台湾的现状 就是今天的台湾 已经不是今天的台湾了 已经变成台湾minus 台湾minus 那么是什么样的minus 他没有讲 但是既成继承事实 这个Fed Compley是一个法文 经常出现 现在常常出现 这个是第一次在美国官方报告出现 其实以前都是在智库里面出现 国防部副部长 这位先生讲得更白了 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是在欧巴马任内当副部长 在川普任内当副部长 当了三年 他是一个思想家 他是美国现在大陆对中共的策略 是他开始做第一个建议的 虽然他的建议现在还在执行 还没有实现 但是他是一个在美国 是非常受尊敬的一位先生 他退休了现在 还在国防部的一个智库里面 那么这也是今年六月的一个报告 也讲得够白了 他说我们跟大陆打仗我们会输的 国防部的副部长 他说我们会输的 你们不相信的话 你们只要看看我们国防部 最近这几年做的兵器推演就知道了 那么这些兵器推演显示 我们不改变现在的作战能力跟计划的话 我们会输掉 为什么 他这个作战能力跟计划 什么意思 美国的航空母舰 到目前为止 你看起来很生气 但是美国航空母舰 执行的是警察的工作 到处出了什么事 他就去那边去巡逻 他不是真的跟一个 另外一个大的海军打仗 他不是打仗用的 他是执行警察的治安的作用的 所以他完全是反恐 不是为了跟大陆这样的对手打仗 所以完全没有准备 所以兵器推演结果呢 我们航空母舰会输的 那么他这里面讲 讲几多次兵器推演 纽约时报9月4号 那位记者来台湾 这个防卫回去写了一篇文章 说把这个数字讲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看了都吓一跳 我说哦 18次 输了18次 假如说一个军队 是这样的一个军队 你想想看 他会这个美国的参谋 这个联席会议 他会跟总统报告说 我们去打 他输了18次了 百分之百战百败嘛 你还要去打 他会跟总统建议吗 那总统一想 我还要连任呢 我会去打吗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 川普和美国整个心思了 不管他嘴巴怎么讲 不管自由时报怎么写 美国的官员是这样子想的 南德公司也是一样 这个是2017年的 前面一份报告是2015年 这是2017年 我们会再下一次失败 澳洲雪地大学也是一样 这也是最新的 这个已经不能够 已经削弱 它可能在有些美国的反应之前 就造成新的事实 换句话说 台湾就不一样了 台湾就变了 这就是明年我担心 前面那五个如果出现的话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万一五个如果都很强 都存在 然后都很重 然后大陆决定 长痛不如短痛 我不得不这样做 最后就变成刚才那个结果 所以我们要如何自救 蔡总统为什么这么勇敢 我看现在很多人都还不顾大局 大局都这样子了 大家还在想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也三生无奈 借这个机会 今天来简单地分享一下 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给我指教 谢谢